人与人之间的缘分,也许都是有花期的,花败人散,人散远近,害怕没用,未有接受,有人说不要害怕关系的破裂,因为破裂是成长的一部分,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不合身的衣服就该换了,没有用的东西就该扔了,该了断的关系,就应该让它结束,无论结局是否完美,读国学文化,凭百态人生。 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让你讨好的关系,我们的后台,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,前两天,一位读者在后台问我,曾经很好的朋友,渐渐有些疏远了,到底该怎么挽回? 他跟这位朋友,曾经好到可以同穿一条裤子,但工作之后,不知道怎么回事,关系慢慢就变淡了,为了重新挽回这段感情,他百般讨好,谨小慎微,为了让对方开心,只要人家一个电话,他必会随叫随到。 朋友谎称自己要加班,他就主动答应人家帮忙拿快递,打扫家务。 明明自己身上没有几个钱,却还要掏空所有的银行卡,帮对方买新款手机,但他付出全部并没有换来对方的真心。 朋友依旧冷冷地对他,甚至在背后讽刺,嘲笑他。 这些都让他心中的感情壁垒,轰然坍塌,最后痛苦异常。 作家阿德勒说,活在害怕关系破裂的恐惧之中,那是为他人而活的一种不自由的生活方式,费力讨好,苦苦经营,其实换不回对方的真心,只会让自己精疲力尽。 蛤蟆先生去看《心理医生》一书中,蛤蟆先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,他每天在朋友之间扮演着小丑的角色,只为了让身边人开心,在朋友生气时,他会低声下气,祈求对方原谅。 即使错并不在他,和朋友聊天时,对方经常讽刺他用心经营的蛤蟆庄园。 他也丝毫不敢反驳。 他告诉心理医生,大家对我生气时,我就会不自在,只要能让他们重新喜欢上我就行,为了取悦别人,蛤蟆先生付出大量努力掏空了自己,最后也没得到别人的欢心。 作家刘虞说,如果一个人需要你搭上很多精力才能留下,就已经注定不是能陪你到最后的缘分了。 你要知道,那些让你觉得很累的关系,其实都是错的,因为你的感受,对方丝毫不能理解。 你的真心,对方其实根本不在乎,没有回应的感情,付出再多也是无用的。 体面放手,总好过声泪俱下的挽留,单方面付出的关系。 毕书敏说过,有意有的时候是那样脆弱,一句不经意的言辞,就会使大厦请客倒塌。 的确,有时候你一句无心的话,就能让自己维系多年的友情破灭,让对方瞬间跟自己翻脸,说句实在的,无论是你童年时的玩伴,亦或是上学时无话不谈的朋友,又或是出社会后相识的知心好友。 能够从相识到相熟,一直和你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的又有几个,其实无论多少,任何事物都是少则经,多则烂。 朋友也不是越多越好,毕竟有些关系也只是你认为很重要。 看过一个提问,我真的做错了吗? 点进去一看,原来这位博主是在为关系的破裂而苦恼,但更多是责怪对方为何能够如此的不尽人情。 他说自己是老师,和隔壁班的老师因为功位离得尽,所以两个人也是无话不说。 他认为两个人也算是半个知根知底的好朋友,因为对方老是跟自己分享生活中的小事,不把自己当好友的话,是不会这么坦诚相待的。 有一天,因为自己快迟到了。 自己又是上第一节课,所以想让同事帮自己到班上放个音乐,缓和一下气氛。 但是同事拒绝了,他说教室太远了,他在办公室不想去,博主可能心里着急,语气也很冲,双方也因此发生了一点争吵,博主在聊天的最后,说了句那就当我没说吧。 两人从那天以后,就再也没打过招呼,再也没聊过天,只是他心里一直焦虑,心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。 网友们纷纷劝说,没有什么好焦虑的,对方能做得这么绝,就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把你们的关系当回事。 只是把你当作聊天的伙伴罢了。 正如道圣和福所说,让你内耗的人和事都不是好人好事,不理不问,不起波澜。 的确,既然离开的人都能平静地离去,那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到毫无波澜的接受呢? 那些远去的关系,倘若对方都不在意,自己也就随他去吧,远起远灭,渐行渐远,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 允许关系破裂 成年人的世界,允许关系渐行渐远,是对彼此的成全,接受关系的破裂,摆脱感情的负担,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好。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远近闻名,但也有很多人,看到他的成就很是眼红,有很多老家的亲戚,试图通过莫言的关系,获得一定的好处,想方设法的沾光。 起初的莫言,不好意思拒绝亲戚们的请求,为了维系所谓的关系,他尽力地帮助他们,可是莫言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别人的理解,也始终没有满足他们越来越大的胃口,甚至稍有不当之处,就在背后诋毁。 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,反倒被那些所谓的亲戚加倍索取,后来的他终于想通了,不再对他们有求必应,任由关系的破裂。 他变得更好了,再也不被那些无用的关系所束缚,他远离了那些亲戚,并没有对生活带来不好的影响,而是让自己过得舒心洒脱,终止了无所谓的关系,他用心创作,允许关系破裂,也成就了更好的自己,很多关系是无法从头走到尾的,关系的破裂,只是让到头的关系,画上自己的据点。 当我们勇敢告别了一些并不重要的关系,专注于自己人生中重要的事情,反倒把人生过得更好,关系破裂,净化圈子。 古人云,患难见真情,真正的关系不会因为一次的破裂就分崩离析。 反而在磨难中净化和升华,当关系面临破裂的时刻,是检验其深浅和质地的时刻,正如柏拉图在《斐多篇》中所说,一个人的价值应当在于他在逆境中的行为表现,我们在关系的挫折中,应当学会以更宽容的心态去审视问题,而不是一味地在破碎中寻求谁的对错。 每一段关系的破裂都伴随着成长的机会,就如同一棵树在风雨中挺立,虽然枝条可能会被摧折,但它依然可以从新的地方发芽,茁壮成长。 美国作家海伦·凯勒曾经说过,当一扇幸福之门关闭时,另一扇就会打开,但我们常常望着关闭的门,久到看不见已经为我们打开的那扇门, 提醒我们在每一次关系破裂后,都应该转身寻找新的开始,而不是停留在原地。 毕竟,如果这段关系本就不良,正如树木的枯枝,砍掉,反而会让生命之术更加茂盛。 记得法国作家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所表达,生活中有些东西,当你失去时,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,但其实正是这一失去,才得以让你接触到生命中更真实紧实时间,更是我们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自我心灵的抚慰。 美国诗人艾米利·狄金森曾写道,心灵需要和身体一样的调养,温和的关怀能够治愈最深的伤痕,在关系破裂的痛苦中,我们应该学会独自对话,理解内心的声音,给予自己最真挚的关心和疗愈。 当然,关系的破裂往往伴随着悲伤和不舍,但请相信,任何的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,无论是与自己的重逢,还是与未来可能的新关系的重逢,如同拿破仑·希尔所说,每次失败,其实都是一次迈向成功的机会,每一次关系的结束。 实际上,也是自己个性、智慧和情感的一次新的开始。 不管关系是否能够长存,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份情感都是宝贵的,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中所说,让生活的沙力激发出你心中的火花,但不要让它们熄灭了你心中的火焰。 每一段关系走到尽头,我们都应该珍视它曾经带给我们的光亮,即使最终化作灰剑,也要记得它曾经的温暖和照亮。 行走于是,很多人只能伴你一程,却无法陪你度过此生,慢慢岁月中,生命里的人来来往往。 没有必要因为摸不开的脸面而勉强一段不必要的关系,生命里那些不重要的关系和让你心累的人,就放它走吧。 与其耿耿于怀,不如勇敢释然。 古语有云,人生有四然,来是偶然,去是必然,尽其当然,顺其自然。 成年人的世界里,聚散离合都是人生的常态,与其苦苦纠结,不如来去都顺其自然,余生很贵,允许关系破裂,才能迎来心生,告别无关紧要的人,才能遇见更美的风景。 感恩遇见,也释怀离散,愿你活得洒脱,修好自己,成全他人,也成就自己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